消息說警方國安署帶走時事評論員袁弓儀的女兒袁尼望協助調查 消息說袁尼望星期一清晨5點由美國洛杉磯回香港 去到早上大約10點 她在港島區被國安署人員帶走調查 她是袁尼昌和袁尼明的姐姐 她和妹妹袁尼明合作創辦尼明生活百貨 目前是那間公司的執董 消息又說國安署另外還帶走袁弓儀的兒子袁尼昌同樣協助調查 袁尼昌是政治學者 早前她透露在美國外遊的時候曾與爸爸短暫交流 但未有談論政治 警方國安署月初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通緝8名海外人士 每人圓紅100萬 並呼籲他們回香港自首 當眾包括曾被保安局點名批評的商人袁弓儀 警方質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